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2019年9月3号 现在由文峰为大家做新闻简报 首先第一则来自立场新闻 标题是中文大学自由之下 多家大专学生代表 计划今天9月2号下午3点半 与中文大学百万大道举行罢课集会 今早在百万大道上有数千名学生聚集 参加中大学生会举办的罢课集会及开学礼 政治及行政学系教授周宝松上台发言时说 运动到现阶段充满悲情 明白很多人会视之为终极一战 但他认为不应该过度强调end game 终极一战这种情绪 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未来的路会很长也很难走 但大家会一起走下去 他指自己不太认同 反送中运动的命名 他会称运动为自由之下 命名源于1964年 美国发生的自由之下运动 改变未来美国的发展 抗争种子遍地开花 他告诉同学 这个暑假大家经历了不一样的夏天 可以问自己的经历 这夏天后有什么根本的改变 他最后引用新亚书院的笑歌 艰险我奋进 困乏我多情 千金担子两尖挑 趁青春 绝对向前行 集中大学生会会歌 开了山 辟了地 我们的神圣工作是拓荒 做总结 周宝松 祝各位新生 有担起千金拓荒的勇气 编写自己和中大历史 开创香港的未来 第二则还是来自立场新闻 标题是中学生 老师教我们尊重不同意见 政府却打压意见者 而Jill是尖道高主教中学 Fong4的学生 与三名同学今早9月2号开学礼后 就到爱丁堡广场参加罢课集会 他指今早有救生 到学校外叫口号 之后得知他们到餐厅吃早餐时 竟有街外人报警 令救生被防暴警包围 他们虽不知之后发生什么事 但是感到白色恐怖的压力 今天校外罢课在暴雨下举行 他指自己也会担心被秋后算账 但看到很多高年级的师兄师姐到场支持 心定了很多 如果人人都怕的话 就没有人出来了 同学阿华尔指 校内有很多同学支持反送中运动 也有部分老师支持 但教育局早前要求老师不要表态 是对师生灭生 我们只是和平的表达诉求 老师教我们要尊重不同意见 让我们思考后才有自己立场 是不应被打压和针对的 记者问他们 记者问他们不怕吗 阿华尔说 我更担心不出来 香港就没有改变 政府要打压也没办法 他们不住的高喊 香港人加油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继继续为自己和身边人 导致多名市民受伤流血 在今日的例行记者会上 记者多次追问被警方殴打的人当中 有多少是被捕的暴徒 为警方继续否认 殴打市民 拒绝正面做回应 消防处亦在记者会上证实 救货车到达太子战后 需要与警方及港铁协调 12分钟后方能进站 不过警方否认有医疗言误 当时已有救护到场 做初步治理 而且警员已有基本救护常识 警方反指示暴力示威者 导致太子封战令救护员较迟到场 警方多次闭谈 太子战被欧人士是否皆为示威者 在今日记者会上 传媒不断追问警方 今日在战内殴打的人当中 是否全部都是所谓暴徒 期间警方多次未能正面回应 引起在场记者的不满 警务处助理处长麦展豪称 并不同意警方殴打市民的说法 称警方当时是采取行动 制止暴力事件 警员在站内被袭 他又只在被捕人士身上 及站内找到汽油弹 警察公共关系和总警司谢震中 只有暴徒在列车与其他市民打斗 警方是应市民及港铁要求到场处理 多位记者继续追问是否被打的有多少是示威者 为谢震中仍然无法正面回应 在多番追问之下 他答道 受伤人士根据消防处说法有七个 我们现在仍然跟进入院伤者 究竟每人在事件中的角色 我们仍然在调查当中 包括63名被捕人士 究竟63个被捕人士同七个伤者的整体关联 我在此回答不了大家 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警司李贵华表示 在太子站被袭击人士 部分人在油麻地被捕 在车厢内当时并没拘捕到 到油麻地站才做拘捕 所以不能太早下定论他们是无辜市民 但他仍然无回答实质的数字 消防证实救贺车到场后12分钟方能进站 消防处副消防总长总部陈庆勇证实当日曾接报有火警 在晚上11点01分已到现场 并发现站内无火警 但就有数名伤者在月台 消防员随即为伤者做初步治理 仅指周六暴徒挣至少100枚汽油弹 至今居1117人 警务处助理处长麦展豪表示 周六8月31日暴徒在各区投掷最少100枚汽油弹 又指暴徒的汽油弹已烧得更持久及激烈 造成的伤害更大 到周日一号 示威者大规模扰乱机场一带交通秩序 并破坏了多个地铁站 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震忠表示 周五至周日有159人被捕 包括132名男性 27名女性 年龄介乎13至58岁 涉及非法集结 藏有攻击性武器 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等罪行 警方今早另于鲤鱼门广场 乐富利景港铁站 已藏有攻击性武器 违反禁制令等 拘捕8名男女 警方自6月行动至今合共拘捕1117人 谢震忠称警方在周六8月31日释放241枚催泪弹 92枚橡胶弹 布袋弹一枚 海绵弹十枚 向天鸣枪两发 下一则来自立场新闻 香港众志主席林朗言回港入境被捕 香港众志表示 主席林朗言今早回港入境时 在机场被海关带走 警方将以善或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将其拘捕 律师正在跟进当中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及成员周庭 上周五8月30日被警方拘捕 涉及6月21日示威者包围湾仔警察总部事件 各被控三项和两项罪名 而当天不在香港的林朗言 同被控一项 删获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 以下一则是来自Facebook的贴图 标题是 截止9月3号关押和定罪的议事 喜灵州惩戒所 定罪人是358人 立志角收押所 定罪人是344人 还押人是1243人 立进承教所 定罪人是20人 还押人是6人 罗湖承教所 定罪人是1172人 还押人是631人 白沙湾承介所 定罪人是307人 闭屋承教所 定罪人是89人 还押人是116人 闭屋监狱 定罪人是409人 石碧监狱 定罪人是361人 赤柱监狱 定罪人是1087人 还押人是372人 大懒女承教所 定罪人是92人 还押人是245人 大懒承教所 定罪人是422人 唐福承教所 定罪人是663人 东头承教所 定罪人是242人 回应闭门会面录音流出 林郑称 不存在想辞职 但又不能辞职的矛盾 路透社昨日公开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上周 与商界人士闭门会面的录音 林郑月娥在录音中表示 她已引起不可原谅的混乱 若然能选择 她会第一时间辞职 并道歉 林郑月娥今早出席行政会议前 见传媒回应事件 重申自己有史至终 并无向中央提出请辞 林郑月娥表示 经过两个月后 她仍有信心 有承担 可带领团队帮香港走出困局 因此不存在 很想辞职 但又不能辞职的矛盾 她强调 没有做出请辞是她的个人决定 又声称 尽管个人情绪好大波动 最终决定依旧以帮助香港走出困局为最大考虑因素 对于上周一闭门会议的录音被公开 林郑月娥认为做法非常不适当 并感到失望 她又指该会议是与商界及其他社会领袖进行的非正式的私下交流 本应不对会议内容做评论 林郑月娥表示 由于并非预计会公开的说话 所以并非每个字都有含义 被问及该段说话的目的是否要向公众表示很多事情自己无权控制 林郑强调该段说话并没有任何目的 也没有就相关内容做出任何计算或公布的准备 下一则新闻 社总理事执行社工之务时被控暴动罪 保释后呼吁各界关注被捕者权益 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理事陈洪秀 于上周六8月31日在湾仔轩尼诗道示威现场执行社工之务时被捕 却遭警方控以暴动罪 今天9月2号下午在西九龙法院提堂获诊保释 随即在法院门外见记者讲述居留期间情况 质疑阻止社工参与人道工作 陈洪秀首先质问当局是否不想社工在示威现场参与人道工作 包括向在场人士提供情绪支援 协助未成年抗争者 提醒警察与抗争者双方可能发生对生命构成危险 例如开枪及人采人的事情发生 他呼吁社会福利署署长叶文娟署长 尽快向警方解释社工的职责 因为在拘留期间 他发现警务人员对社工的工作并不清楚 甚至有很大的误解 关注被捕者权利被无理剥夺 陈洪秀随即关心被捕者的权利 在警署拘留时 他获得警方尊重 但一观察到一些被捕人士的权利不获关注 他发现有明显伤势的被捕人士没有被送院 诊治 对于他们会见律师的要求 警方亦无回应 有被捕者表示拘留时有获发 一份被捕人士须知 但警方则无回应他致电家人的要求 直至陈洪秀未该被捕者当面向看守警员提出要求后 警方才开始肯做出安排 被捕者双手绑八小时才可解开 在奎冲警署内 陈洪秀随发现有在太子站被捕的人士 双手被锁带反锁七八小时 仍未被解开 质疑警方做法是否人道 他看见双手被反锁的被捕者 需要以脚带手提取个人物品 警员要在他提醒后才察觉要为他们解锁 女性被捕人如此时无遮无眼 陈洪秀发现 更多警方侵犯被捕者人权的行径 包括有女被捕者如厕时不准关门 全程被门外的女警直视 当陈使用洗手间时又可或安排掩门 认为警方做法无统一标准 不知是否刻意刁难个别女被捕人士 还是从来没有一套标准尊重人权 警方无理重复要求脱衣搜身 拘留期间 陈洪秀发现有至少6名女被捕者 被无理要求接受二级搜身 即搜身过程中需要全程脱去上身或下身的衣服 搜身前先脱去上身衣服 穿回上身衣服后再脱去下身衣服继续搜身 当他向当职警官查问搜身标准时 对方回答 如警方认为被捕人士有伤害自己和他人的可能时 便要进行更高级的搜身 确认身上没有任何绳状物体 令陈洪秀更感惊讶的是 由警员回应指女士兄为意识 神状物体 陈则断然拒绝接受二级搜身 陈洪秀表示 每当被捕者需要转解至另一间警署时 都要进行一次搜身 当中搜身级别由当职警官决定 陈与其他被捕者被送往新屋岭居留时 他即询问当职警官 被捕人士已经被警方彻底搜身多次 如再次脱衣搜身 即表示警方办事不力 对方听罢后 同意被捕者只需再接受一次穿衣搜身即可 对于当职警官如何判断被捕人士有何状况 而需要二级或以上的搜身程序 似乎警方没有一套准则 补充 过往不少社工跟进的犯事或吸毒个案 也不曾有裸嗖的经历 控方无理保释条件被驳回 在义务律师的积极争取下 裁判官认为控方要求 宵禁的保释条件并不合理 同意案中各被告 均准保释 每星期向警方报道一次 无需遵守宵禁令 停上随即响起一片欢呼声 被拘禁时仍不忘为大众争权益 社总向陈鸿秀致以崇高敬意 陈鸿秀在拘留时 警察虽然限制了他身体的自由 却不能剥夺他热切帮助大众的社工心智 在四十多小时拘留期间 仍竭力履行社工之责 关心年轻被捕者 并以行动捍卫他们的权益 社总全体理事之 以及支援 均受陈鸿秀的精神感动 是他们所见最优秀的社工 对于他履行社工之责 全心全意阻止悲剧发生 竟被无理拘捕 并控以暴动罪时 社总上下及社福界同工 都感到非常震惊及愤怒 社总呼吁全体社福同工 继续关心陈鸿秀和 由六月至今所有被捕社工的情况 一起捍卫社工精神 守护社会公益 以上是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 2019年9月2日的报道 最后一则新闻是来自苹果日报 标题是逆权运动 公民党向美国国会议员发联署信 呼吁香港人权民主法尽快立法 在德区政府兼据接受民间反修理运动五大诉求 以及警方大搜捕的阴霾下 民主派着力寻求国际社会支持下 公民党五名立法会议员 趁美国国会下星期一赴会 预料讨讨论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 2019前夕 联署去信美国国会两党领袖 呼吁尽快就此完成立法程序 以协助捍卫自由 法治和民主价值 刚结束访美行程的公民党党魁杨月桥 与法律界代表 以及该党另外三名立法会议员 谭文豪、陈书庄及郭佳琪 在美国国会赴会前夕 联署去信美国众议院议长 参议院多数派领袖 参议少数派领袖和众议院少数派领袖 致香港情况恶化 人权及民主发展持续受打压 呼吁美国国会尽快完成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立法程序 以协助捍卫先进国家都认同的 自由、法治和民主价值 以及中英联合声明 与基本法对香港实行普选的承诺 在英文信件文末并附有一句 香港人加油 或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支持的 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 要求美国总统 冻结遏制香港自由的人士在美资产 并拒绝他们入境美国等 同时要求保护美国公民及企业 免受逃犯条例影响 并寻求商务部长就港府 有否充分执行美国有关敏感物品的出口规定等 以及美国及联合国制裁决议等 提交年度报告 以上是2019年9月3号的新闻简报